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等到海皇再起的汉化 为了不让大家等太久只好自己来了 海皇再起基本上就是粉丝走向的一部漫画 不仅画风跟车田相近 连剧情都像是从黄金魂搬过来一样 只是这次主角换成了海斗士七将军 先来回顾一下上集内容 为了保护大帝不被复仇女神聂默西斯摧毁 波赛顿必须朝七大海不断注入小宇宙张开结界 就很像北欧篇雅典娜要阻止冰山融化一样 所以波赛顿也无法分心其他的事 聂默西斯手下的阴魂事就只能交给七将军解决了 有一个不怕死的家伙 银翼贝勒罗锋直接闯入海斗士阵地来挑衅 被海皇子克力修纳给拦下 不准你再靠近海荒大人一部卡 不然我的狗伦都烂死会将你刺成蜂窝的啦 哼 那不就好怕怕 让我来撕裂你那张装逼的脸吧 幻音刚落 贝勒罗锋再度飞上空中 使出他的必杀技高空突袭 克力修纳也不甘示弱 挥动黄金枪反击 结果黄金枪速度略胜一筹 将对手头罩击弱 哼 可惜没磁烂你那张臭嘴卡 看我的乎拉星骨烂萨 克力修纳使出了跟子龙对战时所用的招式 没想到对手竟然消失在枪尖之下 不过克力修纳也不是吃素的 一招回马枪就逮到想从背后偷袭的贝勒罗锋 紧接着闪耀之矛又如雨水般刺了过去 哎哟 不错哦 速度好像有提升哦 不是说要撕裂我的脸卡 我看闲关传的是你的心脏的啦 克力修纳瞄准对手心脏刺了过去 可贝勒罗锋却一个闪身就反站在枪尖上 他告诉克力修纳 黄金枪虽然速度够快 但只会单纯的直线攻击对他构成不了威胁 说吧便踩着枪杆过去 朝克力修纳的脸狠狠踢了一脚 帮他把圣斗士最讨厌戴的头罩给踢落 还不忘毒舌的嘲笑了一番海斗士的实力 输人不输政 克力修纳也反枪一句 你这踢腿的威力比春丽的百裂脚还不如 相较于自己这把接受海皇祝福重生的黄金枪 只要被捅上一枪 你这家伙的小命就不保啊 贝勒罗锋算是被激将法击到了 决定不再闪躲 要直接毁掉克力修纳最自豪的黄金枪 让他后悔 他再次飞上空中 展开背上的双翼 克力修纳也转动黄金枪 想来个一枪入魂啊 随即两人的招式在空中硬碰 银翼的脚尖对上海皇子的枪尖 一阵巨大金属碰撞声过后 海皇子败 克力修纳胸口的灵衣碎开了一个大洞 还买一个鼻 还没结束的啦 不 已经结束了 就算是这地表最坚硬的金刚石 只要仔细研究结晶方向 找出他最脆弱的点 还是能一击将他粉碎 就算神话时代 无坚不摧的黄金枪也是一样的 幻音刚落 克力修纳的灵衣连同黄金枪 竟同时遭到击碎 画面转移到另一处战场 海魔女苏兰特与幻奏特尔普希科瑞 正展开了一场音律的较量 幻奏妹赞赏了一下 正能让船员迷惑的海魔女歌声 他问苏兰特 为何要让两位同伴先离开 要是让他们一起加入战斗 不是更轻松吗 苏兰特的回答 也解开了很多盛迷多年来的疑问 他告诉幻奏 就算是攸关生死的大战 要三个大男人联手对付一个女子 这行为也太卑劣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苏兰特是货真驾驶的男子汉 幻奏妹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说这行为不是卑劣而是失礼 别说是三个人 就算一人打十个 他也游刃有余 突然苏兰特感觉身体无法动弹 不知从哪冒出了荆棘 已将他双脚捆住 原来不知不觉间 情深的换货效果已压制的提升 其实这结果一点也不意外 人家聊天一双手还是可以照常弹琴 可苏兰特一聊天 嘴巴就无法吹笛子了 幻奏妹接着说 他这把谬斯竖琴是自神话时代开始 引游诗人又乃与魔物比拼音乐 且多次制霸的神器 和海魔女赛莲的比试也是其中之一 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没有优劣之分 不过今日可能要分出胜负了 从幻奏妹指尖开始弹奏出死亡的主曲 苏兰特不敢再聊天 专心一致的吹笛 谁的音色能支配对方大脑 将是这场胜负的关键 没多久唱歌的妖精们 突然一个个东倒西歪 苏兰特的四周也刮起熟悉的风 幻奏妹解释 最早困住三人的曲目 是第一乐章迷宫 而刚刚爬满全身的荆棘 是第二乐章侵略 接下来这第三乐章名为追忆 换句话说 就是让苏兰特一起 自己离死亡最接近的那次恐怖瞬间 苏兰特眼前突然浮现出 在海底神殿与顺对决的情景 怎么了 你的敌声突然变弱了 那样的话下场会很惨哦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的手指竟然动不了了 死吧苏兰特 再次经历同样的情境 苏兰特依旧败在顺的星云风暴之下 最令他感到讶异的是这伤害的真实感 难道也是幻觉所制造的吗 幻奏妹告诉苏兰特 所谓的幻 就是当大脑百分之百觉得是现实时 身体就会被欺骗 就好比极度相信普通的小麦粉是药 他就能治病一样 毕竟人类是一种脆弱的东西 听完幻奏的话 苏兰特感到疑惑 虽说英魂士是神的战士 但不也是人类吗 就跟他们海斗士一样 苏兰特还想进一步策反对方 告诉妹子聂默西斯的神法是要毁了这世界 让海洋跟大地一切都燃烧殆尽 只要陨石落下的那一刻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无关善恶通通都会消失 连妹子自己也会灭亡消散 为什么要把力量用在这种没意义的地方 幻奏妹听完只是冷笑地说了句 画面再转回到克利休娜的战场 看着好不容易复活 不到一击又折断的黄金枪 克利休娜也不禁赞叹对手实力 在希腊神话中 炫伏天马座又击退何成兽奇梅拉 那个传说中的英雄贝勒罗锋 你的空中杀法完全继承了英雄之名 贝勒罗锋听完开始哈哈大笑 在场众人都不明白 他是在笑三小朋友 结果从他口中听到惊人的秘密 你们这群蠢蛋 我就是你口中的英雄贝勒罗锋本人啊 贝勒罗锋开启了解说模式 他们英魂式和这些低级的海斗士或圣斗士不同 从神话时代开始 他们就是与众神活在一起的英雄 当初因为自己打败怪兽而得意忘形 想驾着爱马培嘎萨斯飞往天界以神自居 却惹怒了天地宙斯 遭受天雷一击毙命 冰死之际被复仇女神聂莫西斯所救 结果就莫名其妙签了血汗合约 得到永恒生命 一辈子侍奉聂莫西斯 然后灵魂就被保存在了英魂一上 英魂一只是我暂时取的 漫画还没说叫什么啊 从神话时代一直在地球周围的宇宙空间漂流 而当女神聂莫西斯降临时 英魂式也化作流星坠落大地集结在他身边 所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神之使徒 好了克里顺啊 现在就用我最大奥义来引渡你离开人世吧 说吧 贝勒罗峰爆发惊人小宇宙 背后浮现出天马的影子 看 你怎么动用我家阿纳达星矢的东西啊 不错 神话时代的英雄作对手 这样打起来才够酸的啦 只见克里修纳盘腿而坐 体内散发出的是不同于小宇宙的火影查克拉 曾让子龙失明又头痛的磨喝之光在线 现场激荡出一阵强烈闪光 然而就连卢山圣龙霸都无法突破了屏障 轻易就被贝勒罗峰瓦解 克里修纳当场口吐鲜血 笔直坠落海中 你靠腰的啦 好可怕的英雄之力 我用尽全力的马哈诺西尼都弄不死他 我怎么突然觉得看不到也听不到 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的啦 难不成刚复活的生命又要死掉卡 这是他妈你个逼啊 就在克里修纳意识快要消失时 想起一段年幼往事 尚在进行修炼的他 曾遇见过一个奇怪的家伙 所有人都在积极练功 只有那家伙整日闭目打坐 说什么自己在跟神佛对话 克里修纳才不管他是在跟谁对话 反正现在和他讲话的是自己 要他别再装睡把眼睛张开来 没想到完全被对方给无视 当初看到这画面 还以为两人是师兄弟之类的 后来看了一下设定 沙迦是印度人 信奉的是佛教 而克里修纳是斯里兰卡人 信奉的是印度教 只能说两人有点渊源 只是偶遇而已啊 年幼的克里修纳一看就是小霸王 看谁不顺眼就要揍谁的感觉 他不管沙迦是天才还是神童 如果不张开眼睛 就一棒子往他头上招呼过去 面对这样的挑衅 沙迦依然无动于衷 气炸了的克里修纳举起棒子挥下去 却在快要打中沙迦时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躲开的啦 你还不是一样 根本没有认真想打 好了 没事就快离开吧 别妨碍我冥想了 克里修纳连那家伙的名字都不知道 只记得他瘦弱娇小的身体 竟然散发出得到高森般强大的力量令人畏惧 突然间又想起毕生树敌子龙 那个男人也是将自己生命置于生死边缘 才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强大力量 换了位置的克里修纳终于明白血汗合约的真理 就算自己全身骨头都已经粉碎 只要还有生命在就不是终点 另一方面 由于克里修纳被打倒 剩下的夏依纳跟贵鬼就更不是贝勒罗锋的对手了 虽然这次守护的对象是波赛顿不是雅典娜 但两人还是有了必死的决心 突然海面上掀起了千层浪 海皇子克里修纳再次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 大彻大悟的他要如何打败传说英雄贝勒罗锋 只能等待下回分解了 海皇再起的剧情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既然知道英魂式的真面目是活在传说中的英雄 那一些实力比较差的海将军可能就很危险了 艾萨克还能走克里修纳模式 回想个卡庙也来招曙光女神之宽数热血一下 但海马 六圣兽 海幻兽这些就只能GG了 毕竟7人要打5人还是得有人当炮灰才行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啊 少年吃饭啦 谢谢啊 金卡好救折 哦耶 谢谢啊 被他杀是无用意 谢谢啊 今个个 我我陶劫 エヾ 7月 可喽 屋